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高雄屏东降雨状况是偏少的 恒春半岛有一些 接着我们就来看看最新的雷达回波图了 雷达回波上面可以呈现出来的就是 北方有水气正在逐渐的东移 这个云它不会到北台湾上空 所以会从北部的海面通过 但是澎湖南方这边的水气 大概在傍晚的时候会开始逐渐的接近到这个彰化以南 所以彰化以南的朋友现在这个时候 只有山区有雨平地的部分停下来 但等到了大约4点 5点左右的时候 这边的云层在逐渐的接近的过程当中 仍然有局部性的争雨状况会出现 水气的发展我们再来就要看到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可以注意到 风面带在我们台湾的上空 但昨天晚上北方的高压东移 带进来凉凉的空气 北台湾的温度也只有在21度 但到了白天你没有发现到温度上升了 因为高压已经东移到达日本的南方海面了 风向开始变为偏东风 所以北部的温度在今天白天明显上升 而中南部来说我们要注意就在今晚到明天的时候 这个海面上的水气在进入的时候 会有局部性的比较大的雨势出现在中部以南地区 等到明天整个水气过了 风面带还是在台湾上空 但它开始往北抬升 因为太平洋高压开始要伸展过来了 接着周休假期太平洋高压 把风面推到了台湾北方海面 到下礼拜一就到达长江流域了 以目前来看 我们从礼拜六日开始雨的部分再减少 那再来下周一开始都是回到一个比较闷热的天气 那南部有局部性的震雨在下周出现 那接着就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温度状况已经开始上升 明天北部就可以到30度 局部性的短暂降雨 山区部分在中部有浓雾的现象 南部地区的降雨状况 今天下午到晚上还有一波 而东半部地区零星的降雨 而外岛地区要注意是早晚有雾的状况 还是要提醒大家雨去行车注意安全